欢迎大家锁定CTI Talk中天网络论坛 两岸永久和平 许年轻人一个未来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必须要有共识 要有方法 同时要对很多两岸的问题 有基本跟这个正确的了解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直求对决 特别是对一些台湾政治人物 不太愿意说的 对民众弄不清楚的 一些敏感的模糊的议题 今天我们很长的时间 完完整整的清楚论述 把它彻底弄清楚 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现场的 四位大师级的来宾 前县长周许伟 周老师你好 秀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大家最喜欢的 倩姐雷倩博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还有这个 宋文学校的总校长 张亚中张博士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前县国安会副秘书长 杨永明 杨博士你好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好 一开始 我想我们还是从 这篇重磅的文章 在台湾引发了 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民进党 几乎是略而不提 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智库的学者 格莱伊等三位学者联名 写了一篇这个文章 在里面大家看到了 美国的态度 跟过去有180度的大翻转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了一些部分 那今天我想我特别 要先请一下县长 你怎么来看这篇文章 它意味着这是美国认证的 赖清德如果胜选的话 会对两岸不安全的因素 投下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吗 你怎么看 其实美国最近因为中国的崛起 然后美国在世界上 它自己面临到的挑战 跟国内政治的一些混乱 所以它在政治立场上 对台湾有一些改变 那这些改变是务实的改变 也就是回归到过去 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态度 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 尤其美国认为台独 是绝对会造成两岸之间战争的 所以它希望民进党要放弃掉台独 更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那篇文章里面 它用到有一个英文字 是我一直非常讶异的 它用到一个字叫integrat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希望 两岸之间能够多交流 多融合 用这种融合跟交流 造成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 其实这个融合里面 还有一个统一的意义在 美国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说它不支持 One China Policy 也是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所以美国只是在经济上 可能在科技上 预备在跟中国做对抗 但它觉得它没有更多的精力 去应付台海可能会产生的战争 所以它希望推动和平 推动台湾海峡的和平 这是美国现在政策上的确定 但这篇文章不只是一个态度上的转变 同时它点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叫做赖清德 这点相当不寻常 你怎么看 因为赖清德从以前 你看他的记录 做立法委员做民意代表 一直都是台独的支持者 台独的狂热分子 台独的工作者 所以美国人认为说 万一你当总统 你还是继续这样 一贯的态度下去的话 继续走台独 海峡一定会发生战争 但民进党是美国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人并不需要这样的一个 坚定的战争制造者 我觉得美国人态度 其实非常的清楚 尤其在这次 大家还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蔡英文讲说 这一次的选举 不是战争与和平 是有尊严的和平 他其实他忘掉了 他其实是最没有尊严和平的 一个总统 因为他的任期内 丢掉了九个邦交国 台海两岸造成关系的紧张 尤其让美国人 不信任蔡英文 在交给赖清德之后 这个民进党会放弃台独路线 会走向战争 所以美国人这句话 其实是目骨沉重 但是我觉得美国人 也是很务实的一个说法 希望民进党能够放弃台独 当然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 还是有些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蔡英文主政的八年当中 不管是这个大陆也好 美国也好 几乎没有这样直接点名 那特别是大陆 讲到赖清德的时候 现在是丝毫不加以辞色 这个口径是越来越重 那连美国都开始点名赖清德 这点确实非常的不寻常 我还是要再请教一下 这个县长你怎么看 就说赖清德在当天 他就轻轻地略过 那这个部分 由这个民进党内部出来讲 但之后几乎没有 引发太多的涟漪 但是了解的 特别是现场的思维 都知道这篇文章 真的是质地有声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在现场 你先跟这个 我们的所有线上网友 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 在中美台关系中 一个翻转的作用 这篇文章其实点名了几个 未来两岸关系 美国人应该有的定位 这个定位就是说 你民进党绝对不可以 继续搞台独 第二个定位就是说 两岸之间一定要有交流 一定要融合 第三个定位也就是说 台海必须要保持和平 用和平的方式 甚至完成将来的一个中国 这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有这三点 那这三点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民进党过去的支持态度的 坚定 撞为不支持 就是说 刚刚你也提到了 好像美国人对蔡英文 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判 其实蔡英文在过去的时间 尤其在做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她曾经讲过 她说从文化地理上来看 未来的中国 一个中国 是台湾人唯一的选择 但是那个蔡英文已死吧 对 她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我发觉到 她其实在过去 她这些两岸 一个中国的原则 她是非常坚持 只是为了选举 我觉得为了选举 她为了用台独来争取选票 制造对大陆的仇恨 所以她会做一些改变 但是她不及赖清德 赖清德是从年轻从政的时候 尤其大家 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赖清德在做立委的时候 在立法院就举过一个牌子 台湾独立 从来她的立场就这么清楚 所以美国人不相信赖清德 会有所改变 才会逼她讲说 你要放弃台独当高 其实很明确地就跟赖清德讲说 你绝对不能再走台独的路 好 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格拉伊 在最近也出来讲话 说是被断章取义 当然唐湘龙也说 她说看到翻译者 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没有什么断章取义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原意 我想现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 英文也很好 可以上去看原文 不管你看中文翻译也好 那个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请教一下倩姐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她的背景 那这三位这个学者呢 在美国都是很有分量的 同时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跟美国官方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亲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官方口径上的转变吗 它不但是官方口径有修改 同时呢这三位都是所谓的中国事务的老手 几乎每一次在我们这里大选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官选的 因此他们在长期以来非常明白 台湾的民进党一直在跟中国大陆说 台独只是我们选举的口号 是为了取得政权 但是我们不会做 那这个不会做呢 今天是在他们可能预判赖清德当选的机会不小 所以在他当选之后要求他要放弃台独党纲 这个有点像是上一次 2001年2000年的时候 是在陈水扁当选之后 他的就职说四步亦没有 这个四步亦没有呢 也是美国要求他非常明确的表态的 但是这一次他们会要求他更早的表态 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三个 刚才大家已经讲过了中美关系 现在跟过去不同 美国好不容易在旧金山做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但是中间的暗流还是非常非常多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仔细看 在蔡英文的这八年 美国悄悄地修改了她的一中政策 我们如果看一中 就是光讲一中 两岸同属一中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中的话 通常你会有三个不同的定义 对大陆方来讲非常简单 两岸同属一中包含中国大陆跟台湾 都是一个中国 那甚至比较激烈派的人 他会说台湾只是一个省 可是不管怎样呢 这个一中 两岸同属一中在大陆看来是包含台湾的 美国的一中政策呢 它有的时候包含台湾 有的时候不包含台湾 最早在跟我们断交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 包含公报里面呢 是包含台湾的 但是他们希望两岸自行去解决 所以是不接受任何的影响的那种 两岸自行解决一中问题 所以他们是不参与不干预 后来在有一段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在玩战略模糊 所以他有的时候这样 有的时候那样 在蔡英文的这八年 我认为他们其实很明显的在走一条路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可能不好包含台湾 所以有一个又一个的台湾保证法 类似的这一些的立法作为以外呢 甚至连2758决议文 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虽然这些东西或许有人说 并没有真正的法律效果 但是美国的政策 就包含三个可能的解释 同属一中美国不干预 同属一中美国干预 那么同属一中的这个 同属的那个台湾呢 可能可以分开 这是最近八年来 最危险的一个倾向 那如果他碰到了一个 更可能积极推动台独 或者是解释美国的这些修正 是支持他去推动台独的 赖清德的话 当然非常危险 因为别忘了 陈水扁后来是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就是你区域的和平安全稳定 如果因为台湾的造进或是轻举妄动 使得整个区域沦入一种战火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 对全世界不利 刚刚讲了说有尊严的和平 这是蔡英文讲的 战争 杀戮 毁灭 没有尊严 非常简单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这事情 可以看到美国悄悄的在修改 一部分是他需要去修改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另外一部分是他已经在乌克兰 在以色列 有两个战争 他不能在第三个战场 而且要投入住大量的军力的战场 再起一个战断 所以希望能够稳定台海的局势 那接下来再讲说 这件事情在台湾的 现在的执政党口中的一中政策 他们没有问题去承认一中的 他们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只是这个中国不包含台湾 赖清德更是这种主张 虽然过去无论是在我们修宪 或者是做其他的法律调整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摆脱那个大屋顶 就是在统一前 在国家统一前 在宪法上面是这么讲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也是在国家统一前 这个大屋顶没有拿掉 可是在他们的心里 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台湾 所以这三个一中政策 你会发现 它不断地在时间上面 跟主要的这些上桌的主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 现在我认为最大的改变 包含葛莱伊他们这些文章 是美国变了 美国需要让西太平洋 台湾海峡是一个稳定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有一个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使得他们被迫要卷入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色列的战争 虽然它要用很大的军力去压制其他的力量 但是它是绝对压倒性的 可是如果在台海有一个战争的话 美国没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 西太平洋它也没有绝对战胜的把握 当然这个出手的时机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大选政党轮替好几次了 大家都知道选前这几个月是最敏感的时刻 尤其是美国的态度 但这个葛莱怡等三位学者的联名文章 就在台湾选前最敏感的时间丢出来 所以反向思考就是现在情况到了多严重 美国必须要在这个时候直接点名 这么赤裸裸的在还没有这个结果出来 就先去把这个赖清德给约束住 到底多严重 我觉得赖清德他们这一系列的文宣操作 会让美国非常紧张 譬如说旧金山峰会之后 他们就告诉大家说 因为问题是很具体的 2027或2035要对台海动物 那么习近平主席说没有这个计划 他没有对这件事情 他的否定被赖清德 他们马上就操作说不会打仗 也就是说他们很希望继续麻痹台湾的选民 让台湾的选民以为 在他们主导之下 可以一直非常明确的安身立命的往前走 因此他的时间点会发现很近很近 11月15完了马上就是格莱伊的文章 11月15完了以后马上就是赖清德的记者会 然后再来有格莱伊的文章 他们时间就越来越近 也就是说有一句俗艳英文 就是说你把一只狗放在一个很短的拉绳上 shortish它 让它在更受到限制的范围之内 而不要做很多很激进的做法 我还是再重复一遍 陈水扁是当选之后说四步已没有 最后的一个是没有废除国统纲领跟国统会的问题 那这个国统纲领跟国统会 就是一个两岸一中的 由李登辉主导 甚至蔡英文那时候应该也开始有加入的 那种整个未来国家统一的政策纲领 陈水扁说没有废除国统会跟国统纲领的问题 他2006年说终止适用 所以他们已经看到说 不管是哪一位人 就算给的承诺都可能不算 那么现在呢 当然要在他可能当选之前先告诉他说 这个是你的红线 如果踩了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但我追问一下倩姐 这个葛来伊跟民进党的关系非常好 对美国跟民进党的关系也很好 没有私下沟通的管道吗 一定要透过这种公开 这个把文章看出来的方式吗 这意味着什么 可能私下沟通已经不足了 不够了 要公开的stated 公开的揭示某一种的立场 但是他们还是很小心的 今天不是国务院 不是国会 是第三轨的智库 所以用这个来放风向 也要看看民进党 现在的赖清德跟肖美琴 他们如何回应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一个代表了 最根深蒂固的本土的日独派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直不断在美国说 要反威权啊 要门主自由人权的美独派 他们分别代表了 这两个派系的河流 那么要看看他们要如何的反应 好 我问一下亚洲市校长 在旧金山的时候呢 习近平跟这个拜登讲 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 不只是说而已 要采取行动 那要这个保证 向中国保证 不支持台独 所以葛莱伊 他们的这篇文章 你认为就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回应吗 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话术 还是说真的一个政策上的转变 对 我同意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跟习近平跟拜登的旧金山见面 还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国对民进党的一个友善的表现 而不是一个警告 怎么去讲 我觉得美国对台湾呢 我们有两个概念必须弄得清楚 一个是台湾独立 台湾Independent 这个美国是绝对不支持的 就是台湾要走向一个法理跟政治上的独立 美国是不支持的 但是台湾还有一个独立 叫做Independent Taiwan 就是独立 这是一个形容词 来修饰这个台湾 独立的台湾 就是蔡英文所讲的 基本上两岸是互不隶属 不只是主权跟治权都没有关系的 但是独立的台湾呢 往往现在戴了一个帽子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也就是独立的台湾呢 我们简单来讲叫做独台 他就是戴了中华民国的帽子 但是其实本质上就是台湾独立 所以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法理上我们叫台独 一个叫做独立的台湾 叫做独台 好了 先确定这两个概念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呢 是美国方面给习近平一个 算是一个交代 因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就说 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习近平又加了两个 所谓的一个同意语 就是你不可以军力的部署台湾 停止武装台湾 不停止武装台湾 第二个必须在和平统一方面 也要做一些事情 那美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 透过葛莱伊这个谈话 其实给大陆一个交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 没办法接受你这两点 但是我们也告诉大陆说 我们希望民进党 在耐心的当选以后 他可以废除他的排毒党纲 所以在整个场面上 也给习近平做了一个交代 那另外来讲呢 就是我们再来讨论 更深刻的问题 就是民进党 如果真的耐心的当选以后 他会不会把台独党纲 真的给废掉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美国现在给压力 正好给民进党的内部 他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找到一个理由 所以说让赖清德 可以再废除台独党纲的时候 因为美国的要求 民进党内部 他的压力就比较少 第二个呢 民进党其实早就已经 废除了台独了 因为民进党的文化台独 已经成功了 但是民进党现在政治 跟法律上走的是独台路线 所以民进党的路线 现在是文化台独 政治独台 跟法律 法理独台 所以民进党 其实早就已经放弃台独 因为真正的台独定义 就是所谓的要证明 要制限 那民进党现在讲法是说 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了 那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了 现在变成这个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也不要诧异 赖清德如果真的侥幸当选以后 他民进党内部 的确会有一些改变 甚至把台独党刚给废掉 但他又用了别的名词 但他会强调两岸是个互不隶属 也就是民进党现在已经 已经确定要走台独 走上一个独台这个路线了 而台独这个路线 当然先看北京怎么去面对 因为北京现在整个一个官僚体系 就是把台独这个东西 叫做反对台独 可是现阶段台湾来讲 其实已经没有人在走台独了 对民进党我刚刚讲 文化台独已经成功了 他们走的是独台的路线 所以这个独台的路线 美国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默许的 所以美国是支持台湾 走向一个独台 但是美国反对 或者不支持台湾走向台独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进入下一轮的博弈 那就是中国国民党 在面对一个民进党 放弃了台独党纲 他确定走向一个 政治独台跟法律独台的时候 这时候国民党拿什么去阴影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是完全没有做法的 所以这就是未来对台湾 跟两岸关系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 我再问一下 因为贾中校长提出了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到的一个焦点 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有没有错 你认为说这篇文章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 等于是美国帮了赖清德 给了他一把美国的上方保健 让他去处理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 因为他是台独精孙 他必须要对他内部的一些 台独势力交代 所以你怎么看呢 我们假设一个 大家不乐见的状况出现 也就是说 当然以目前来看 他的民调还是第一名 如果赖清德胜选的话 就会顺理成章 让他回到那个2014年 这个冻结台独党纲 就顺理成章的 顺应了美国的这个做法吗 帮自己解决掉一个 这个彩虹线的问题吗 当然你从这篇文章 他已经假设赖清德当选了 是的 所以他其实一个讯息 已经给了台湾的社会 而且他们是赖清德 跟民进党的友人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你必须要从美国 替赖清德去解套的 这个角度去阅读他 所以赖清德 迪欧可能在520以后 或在520以前 他在处理党务问题的时候 他会把台独党纲 再用一个比较更巧妙的字眼 去给他处理掉 譬如他用更容易让美国 跟能够接受的用法 我们不要说冻结啦 或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处理他 但是基本上 赖清德绝对会回到 蔡英文的路线 蔡英文的路线 我刚刚讲 就是一个文化台独 政治独台 跟法律独台 这个路线 而这个路线 确定上是美国是接受的 美国接受的 所以当赖清德 做了这个决 赖清德以及民进党 做了这个围条以后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在未来一年呢 美中的关系 那对于拜登的大选 会有一些相当大的 一个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 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我的看法就是说 美国今天提出这个要求 其实他没有去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美国还是把台湾 当成台湾牌打 台湾走向独台 这对于美国来讲 是最好的一张牌 因为他不会跟大陆 谈政治对话 不会谈和平统一的问题 也不会谈和平发展的问题 而美国继续可以掌控 台湾这张牌 所以这个葛来一的谈话 我认为是美国 给民进党 抛出了一个友善的 一个讯息 那我觉得 赖清德他当选以后 一定会回应 美国这个要求 而做一些没有改变的改变 我说没有改变的改变 因为严格来讲 从2016年以后 民进党已经确定走的 就是独台的路线了 只是他这个独台 是非常明确的 我叫一种显性的独台 这个独台就是说 我们两岸是货不隶属 但是我们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挂了中华民国这个帽子 但是其实骨子里面 就是一个台独的路线 这是台湾现在必须面临 一个新的处境 是跟我们以往想到的 就是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那个概念已经不一样 当台湾两岸关系 变成一个独台 跟大陆关系的时候 大陆怎么去处理 美国怎么认定 而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是支持独台的 美国是反对台独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才是两岸关系 未来最严峻的一些考验 这可能比较接近 这个葛来伊出来讲的 他被断章取义了 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知道 赖清德的一大特色 就是他很会变 他是一个会暴冲的人 这个美国的这个约束 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美国这一段 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就在训化赖清德 从赖清德 训化赖清德 包括他到美国的访问 我认为赖清德 已经被训化得完全成功了 赖清德已经确定 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不只是赖清德 包括民进党的内部 都已经确定要走赖清德 蔡英文路线 还包括了他的副手 萧美琴已经当副总统 那我觉得百分之百 走蔡英文路线 所以赖清德 为了他的总统的大位 为了民进党将来 未来可能的执政 我认为他会接受 明确的走独台 而放弃了这个 党纲上的那个台独的宣誓 好 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杨永明的杨老师 最近杨老师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威慑与保证 大选后的何与战 这篇观察非常非常的细腻 我建议大家上网 找出来好好的看一下 因为我们通常看格莱怡这篇文章 大家只注意到赖清德 注意到这个冻结台独党纲的部分 但是杨老师注意到 他里面还有一段细节 非常的重要 杨老师 我来先念那段文字 那真的就是英文那段文字 而且就是一段 那中文都没有怎么报道 也许政治不太正确 但是这段文字非常重要 台湾必须要两岸的 美国对于两岸的融合 要有一定的这个态度 然后呢 台湾这边不能够用一个行动 永久的终止掉这个结果 也就是两岸融合 然后呢 如果要避免战争 两岸 也就是台湾这边 应该要让两岸和平统一 让北京觉得有希望 有可能 我们美国应该怎样 那台湾应该怎样 美国不应该排除两岸最终和平融合的可能性 对所以稍微时间拉长一点 Foreign Affair这个杂志非常重要 他其实冷战的宣誓 都是在他这个文章上面出来的 在十一月十二月 他的印出来的纸本的这个 就是杂志当中的第一篇文章 是美国国安顾问 舒立文写的 而这个在西拜会之前 然后他写的文章 其实就是说已经很清楚 我跟中国要缓和关系 但是小院高强的竞争 这个不会改变 因为美国 你要看中美台关系的话 尤其是美国的角色 他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国内 第二个国际 第三个才是中美之下的两岸关系 他的国内他明年要选举 而且他可能会选不上 他的国际乌克兰战争可能要输了 他都还没有所谓的退出策略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加萨的问题 使得他跟以色列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 所以拜登的外交政策 我们都还忘记他撤出阿富汗 事实上是一败涂地 这个对一个三十年的所谓的外交老兵 他自称是非常大的讽刺 那中美关系他知道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当然不可能再起战端 也不可能就是说在就是经济上 因为他面临到非常强大的国内 他的自己的企业 你搞一套这个规定 那企业就给你搞一套 这个不同的特工的这些晶片 或者是商品 因此他知道跟中美之间的关系要缓和 那但现在这个台湾要选举 所以他那篇文章就这样定调出来了 你知道后来我们看到 这三个学者的文章是哪一天看出来的 十一月三十号 在蓝白河结束之后 我相信这三位学者 我们刚刚都提到 其实我跟他们 这个Bonnie Glaser跟这个谢庆生 我都很熟 那另外那个白希怡 他其实是比较新生代的 但是呢他串起得非常快 因为呢他在民主党里面 反而是对于过去共和党那种强力反中的 会做一些批判跟提醒 不过他是美国人 他是华裔的美国人 所以他三篇文章代表的 我觉得就是美国白宫就是苏利文 在他自己本身的纸本文章之后 蓝白河结束了 没有希望了 所以呢十一月三十号很快的这个 就是说三个人写的文章 在网络版登出来 这里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 美国不应该排除两岸最终 和平融合的可能性 只要这个举动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 他是在告诉美国 他其实在告诉我 就回忆习拜会 因为习拜会提出说 你要支持我们中国和平统一 要有具体行动 因为不要忘记 这个话背后 其实习近平讲得很重的 就是说这个三段论 中国中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现在是和平统一为主轴 但是绝对不放弃武力 美国也知道 在军事上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其实很难去改变 真的军事上的对抗 中国在台海议题上 所以他也知道 他可能要开始一些动作 因此这一篇三个学者的文章 在蓝白河结束之后 11月30号出来 就代表美国告诉 一方面是北京 其实 我再念 美国不应排除两岸 最终和平融合 他用integration 刚才县长讲的 但是到后来他说 为了阻止战争 台湾必须让北京领导人 相信和平统一 unification 仍然是可能的 这个就可以带到我们 等一下讨论的 这叫九二共识 其实美国也就告诉你 九二共识还是你要讲出来的 那当然他有讲说 赖清德是不是 如果选上的话 要放弃台独党纲 我个人觉得赖清德 怎么可能会放弃台独党纲 他靠这个选上 他会去放弃吗 美国人不知道吗 美国人懂 所以他一方面是在选前 也透过这个文章 告诉台湾人民 其实美国对赖清德 是很有疑虑的 很有疑虑的 因为他同一篇文章 也想讲到赖清德七月份的时候 曾经对宜兰的这些后援会人说 我们民进党的目标 是要走进白宫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 我要跟美国建交 马上文章也说 北京这边马上就要求美国 你要解释 是不是 你是不是给赖清德一个错误的讯息 他居然对人民这样子讲 台湾人民这样子讲说 我要跟美国走入白宫 所以美国知道赖清德 他是一个非常 跟一般台湾的民进党政治人物不一样 他很坚定的理念在这边 第二个是 他这个人个性 不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掌控 容易爆充 所以透过这边文章 再选前一个讯息出来 但是他知道这个选前 就很微妙了 选后会不会真的要求赖清德 要放弃台独党纲 也许会有一些压力 但我觉得不容易 或许会像亚中老师所说的 他就是继续走 蔡英文2.0 那个四个坚持 互不隶属 中华民国台湾 大概有点延续这样的东西 那可是呢 我觉得美国也在做 另外一手的准备 因为我看到最近 日经亚洲的这个报导 美国的太平洋总部的发言人 已经说了 明年开始在思考 怎么样在亚洲地区 部署陆基的中程弹道飞弹 那日本不会接受这个东西 我觉得菲律宾也不会 虽然它有九个基地 在美国的基地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说 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关岛 也就是随时暂时需要的 紧张的时候 他可以部署 部署在哪里 就是台湾 也就是说 其实那当然这个就变成 另外一个古巴飞弹危机 这个讯息也就是说 美国其实政治上 他也提出警告 然后呢 然后也会做选后的 所谓的这种叫做危机管控 对 我就问一下杨老师 因为他在这一段里面 杨老师特别点出来 非常重要 他两个不应该 还有个必须 对不对 不应该什么呢 美国不应该怎样 美国不应该排除两岸最终 和平融合的可能性 现在是变成美国的选项 对不对 两岸和平融合 会变成美国的选项之一 那台湾不应该怎样呢 台北不应该采取行动 永久排除那个结果 就是不应该排除 和平融合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 为了阻止战争 台湾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让北京领导人 相信和平统一 仍然是可能的 是的 他在帮台北下指导期 台北必须要如何 所以我们在台湾 这个习近平叫拜登 必须要有所行动 那现在是美国叫台湾 必须要有所行动 不只是论述而已 行动要拿出来 我们在台湾 对这些两岸之间的 这个词汇 亚洲老师是专家 还有那个黄年老师 也都是专家 但是这三位学者 也绝对是专家中的专家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你用两 正就所谓的两岸融合 或者是和平融合 和平统一 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其实 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台湾就是不要做任何的挑衅 改变 然后呢 已经不像是以前只是单纯的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一报三法六保证 不是了 我觉得这已经往前推一步 要给中国大陆看到 未来和平融合 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那杨老师 美国过去 尤其是跟民进党关系这么好 过去在顿述这部分的时候 我自己是觉得 他都保留了相当大的一个模糊性 跟弹性 但是这篇就写的 他这个弹性越来越小 这红线绑得越来越紧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不过这边你还是要了解 这是三个学者写的 美国政府可以说 那是学者的文章 这并不代表我真正的这个立场 但是美国政府很会运用 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那特别是在两岸议题上 其实我们这边 大家的这个判读 尤其这个 秀方里的判读 就非常的正确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单一 只是三个学者 他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我特别刚才点出来 我觉得如果蓝白合的话 这篇文章就不会出现 你知道吗 但是蓝白没有合了 在这样不到一个礼拜的 这个时间 这三位学者平常过去 我回去查了一下 他们没有和写文章过 他们彼此 尤其那个Tom Christensen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 其实他跟Bonnie Glaser之间 和写的文章也很少 这一定是苏利文这边 把这三个学者 共同的一个讨论出来 我觉得从我过去 在接触就是学界 或者是我们跟美国 外交上互动 这个讯息都是很清楚 那他背后代表的 每一个字眼 其实都代表的是 美国现在政府的立场 只不过是呢 Bonnie Glaser 他后来也说 这有一点被断章取义 他没有告诉我 我们哪里断章取义啊 没有啊 他故意只是这样子写 要稍微有点降低 就是说 你知道因为他现在在的 那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很多是来自于民进党政府的 就是说这个捐赠的计划 那大概有一些讯息 对他有点抱怨 那他故意用这个推特 X这样的文章 可是呢 完全没有讲 哪里断章取义 我哪有断章取义 完全就是翻译你 你写的东西嘛 那因此 我觉得其实这个代表的 就是美国在 如果赖清德当选之后 他开始会做比较主动的 而且在520之前 就做一些管控 那因为北京也不会 等到520了 现在520的这个演讲 谁也不重视了 是的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你赖清德上来 那所以现在看到就是说 这个三边变成将来很清楚 会变成一种共管 也就是美中在台海的议题上 一种新共管会出现 过去我们讲共管是指阿扁 时期讲了一边一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小布希要在中东 打反恐战争 所以呢才会 那个小布希派了他最好的朋友 到台湾来警告阿扁 那那个时候某种程度 就变成一个共管 这种新共管 就会更微妙 因为这个美国并没有真的在 海外派兵打仗 可是呢 他现在要面临到选举 跟另外两个战争的这个考验 所以我觉得在就是 如果赖清德当选之后 中美之间的这个新共管 台海的稳定 就会出现 那赖清德会怎么配合 我觉得赖清德配合度很高 他除了不会把台主党 刚废除掉之外 他其实会把蔡英文所讲的 一切的四个坚持 他会来讲四个资助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然后都会把它讲一遍 那就是说 不要担心 我基本上只是想做总统而已 好这个杨老师 刚刚给大家了一个这个结论 就是说在杨老师 注意到的这段谈话当中 最后就是台湾必须要 让北京领导人相信 台湾要采取动作 让北京领导人相信 和平统一仍然是可能的 所以威慑 当然另一头就是跟安抚 你的有效作为 都必须要同时拿出来 好那这个时候 杨老师认为就是九二共识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 要花一部分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九二共识 特别是现在要争取年轻选票 年轻选票 大家想 90后 92共识 92年 但是刚刚出生没多久 80后也是刚出生没多久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陌生 但它又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 把这个部分好好厘清 我相信线上的很多朋友 对于九二共识 特别是这几年被黑化 被整个模糊化 待会有些错误的一些观念 九二共识甚至到底存不存在 是不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谎言等等 都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花点时间好好讨论一下 但是我先请这个县长 做个引言好不好 你觉得呢 以现在的两岸情势来讲 九二共识还是那个定海神针吗 其实九二共识 一直都是定海神针 九二共识也本来就存在 只是大家为了争取选票 来骗选票 其实不叫争取选票 叫骗选票 所以说没有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是在什么时候推动 是在李登辉任期推动 他推动最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修宪 这个修宪里面讲 中华民国的统治的领域 只有包括台澎金马 不打不给予大陆 但是大陆还是我们的领土 所以九二共识在两边谈的时候 的确有一个共识 叫做两岸同属一中 这个在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法律 跟我们所有的政策里面 其实都是一以贯之 到现在为止还是如此 所以九二共识有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两岸同属一中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那台湾地区的治权 是属于中华民国 大陆地区的治权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就是共识 那所谓没有共识的是什么 没有共识就是 谁代表一个中国 谁代表一个中国 其实就是这样 那大家后来去谈说 那这个共识有了之后 一定要有一些书面的资料 对不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 在法律上来讲 口头的承诺也算有效 更重要的是 你看到后来的海基会的改变 海基会在九二之前 九一年就成立的 但是海基会的后来的定位 更清楚了 是官方授权的 你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上面写的其实叫什么 那是简称 真正的名称叫做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有九二共识嘛 九二共识就是台湾地区 跟大陆地区 同属一个中国 那接下来谈到的ACFA也是嘛 甚至你要去看大陆 大陆也是为什么会对台湾同胞这么好 然后台胞证 然后台湾同胞是 比照他们的国人待遇 就是因为他也承认九二共识嘛 那你要九二共识是 两边都承认嘛 两边都要有法律 两边都要有政策 两边都要能够执行 才叫有共识 所以我前一阵听到 朱绿仁先生 他在美国讲说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其实我觉得他是认知的错误 是有共识的共识 只是说没有形成书面的签字而已 但是后面的法律 后面两岸人民的交流 后来两面 其实两岸过去那段时间 是没有这么样的密切的交流的 就像美国人讲的所谓的integration 是没有的 那过去管得非常严了 大陆也是严 台湾也是严 后来有了九二共识以后才开始放松的嘛 就是还大家不要忘记了 其实在之前动员勘乱条例 把大陆当作是匪屈 这个也废掉 那是在之前 其实中华民国的宪法 李登会在主导修宪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走两岸共识 就是要走九二共识 那这个九二共识成立了之后 中华民国的修宪 才能够真正有效 否则没有效的 否则没有效的 那各位在看到 其实两岸之间 有没有文化交流 有吧 有没有经贸交流 有吧 有没有所有一切的交流 有吧 那所有的文书往来 法律的认证都有吧 这些所有的基础都具备了 具备它在一个框架之下 一个中国的框架 两岸同属一中的框架 它不是跟美国人订约 跟其他国家订约 是彼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它是国内的法律的定义 所以我在想说 谁也没有办法反驳 因为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所有政策的角度来看 从两岸实际上的交流来看 是完全已经存在了 同时我还再回到原来讲到 那三位学者讲的 所谓的integration 跟unification 其实它只是重复了 台湾现在要走的道路而已 只是民进党在口头上 在选举为了争取选票 为了要去中国化 让大家台湾的同胞 要去仇恨大陆人 其实民进党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要台湾人的选票 但是我要骗台湾人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同胞不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要恨大陆同胞 因为他不是我们一起的人 所以民进党搞的这个花招 那其实美国人在前面讲的这些 所谓的理论跟过去美国人 所有的政策的改变 摇摆一直不断的去演进 它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怎么样去利用台湾 来跟大陆做对抗而已 就这一点目的 如果他觉得他跟大陆 可以缓和一点 他就会由三位学者出来讲说 两岸之间必须要融合 两岸之间必须要和平同意 好 现场讲的太重要 这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 从法理来看 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呢 所以法理上这一块 当然艰涩难懂 但是我们上个星期的节目 做得很清楚 一个知识打底的工作很重要 大家如果没有跟上的话 记得上网去补课 但毕竟我一开始就说了 因为九二共识被黑化得很严重 国民党也做了部分的一些修正 所以这个部分 更让大家觉得 连国民党都开始修正了 所以是不是 他真实的是有问题的 他还会是一个 定海神针的角色吗 有这么重要吗 两岸交流不就是天经地义吗 那现在这个节仇节这么大 好像大家也觉得 那现在停止交流 没有九二共识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这一切一切的模糊 把它参缴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台湾 各方面的一些动荡 包括未来战争的阴霾 都跟这个有关 但今天我们的辫子妹 走上街头问一下这个年轻人 请问大家觉得九二共识重不重要 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年轻人 离九二共识到底有多远 你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那你想知道吗 好 我可以了解一下 我在社会课本上看过九二共识 其实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了解它内容是什么 以前可能老师上课都会教这个东西 九二共识我不太知道 九二共识喔 是什么中国和台湾 什么 算了我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九二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什么是九二共识 想知道吗 好啊 不知道可是有听过 有听过 对 那你想知道吗 好 九二共识就是大家双方一起合作 是吗 是吗 我真的不懂 之前历史课的时候讲过就是 中国跟台湾 就是那时候是国民党的时候 然后在讲说就是要谈 他们两个政策之间的共识吗 大概知道 嗯 就是那个什么 什么一个中国 各自表态什么的吧 是不是 好像有一点知道 好像就是 把那个两岸和平吗 应该是 那你想知道吗 我如果 有机会的话应该要知道一下 有听过 可是好像没有认真去探讨 那你想知道吗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你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吗 我忘记了 那什么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话就是 1992年的国王会谈的事情嘛 对不对 孤政府跟汪道涵他们会谈的时候 他们讨论的东西嘛 九二共识嘛 对 然后他这个 这在讲是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嘛 对不对 到底是谁是 就是 好比说 中共认为的那个中国 还是中华民国认为的中国这样子 那你觉得九二共识 重不重要呢 你有感觉吗 嗯 我觉得就 就是 感觉没有很重要 因为大家也都是各讲各的 这个共识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共识 九二共识重不重要 你觉得 重要 我觉得这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避免战争 你是真心怎么觉得 我觉得啊 因为就是 怎么讲 就是 大家过得安全 然后快乐就好了 我觉得不用为了就是 其他事情去战争 算重要吧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重要 B站的方法 你觉得九二共识重不重要 蛮重要 就是九二共识可以维持和平 九二共识应该是蛮重要的啦 毕竟到现在中国大陆也都还没跟我们打起来 虽然还有因为很多其他原因 像是美国之类的 可是 九二共识应该算是占比较大的 在和平基础上占比较大的成分 我觉得九二共识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可能中国就会直接攻打过来 然后因为有九二共识的话 我们和中国才能和平的相处啦 其实这个辫子妹做完这个街坊回来 她有点沮丧 她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 但我觉得不知道 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但我觉得还是蛮乐观的 因为你看到年轻人都说不知道 但当辫子妹问她 那你想不想知道 她说想 好 想知道 好啊 我要知道 她也蛮重要的 那我问一下这个倩姐 你觉得呢 年轻人想知道他们没有管道吗 他们为什么会想知道而不知道呢 这就是民进党非常成功的地方 首先她污名化了九二共识 再其次她就简单化了九二共识 把她变成一个中国 那其实在九二共识 当时我们至少用八个字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那么他们说现在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各自表述 那我刚刚特别就是把我的护照 跟台报照拿出来 假如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各自表述的话 就是说在一中大屋顶的架构底下 承认现在是有两个不同的治权 一个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治权 一个是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治权的话 那请问我们去大陆为什么用台报证 大陆的人来台湾为什么要用大通证 如果只是他们说的中国只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请问在云南的人去北京需要用一个证件吗 都不需要吧 所以九二共识后面的各表 其实就是展现在我们后面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面 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治权 甚至在马英九时期有11次的高层互访 总共32个两岸签的协定 都是在承认对方的治权之下 越过上面那个非常复杂的 所谓的大屋顶架构 而积极地进行下面的互惠交流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刚才问了说90年后的人 其实九一九二那两年 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还不只是在2005年连赞先生带大家去大陆以后 2008到16 在九一九二年那段时候 李登辉是总统 他是他们现在台独还承认的最高的精神指导 那时候做了什么 做了国统纲领 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因为我抄下来 四大原则国统纲领 目的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第一个四大原则的 第一就是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 促成国家的统一 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军事 第二中国的统一要以全民的福祉为一归 而不是党派之争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在九一九二年那一段时候 在李登辉所主导的这个路线上面 他还是承认大陆跟台湾两边 都是属于一个中国 那现在的治权不一样 但是他们需要积极具体的去 对未来做一些规划 这部分放在国统会跟国统纲领 所以他有三个阶段 一个第一个是互惠交流 第二个是合作互信 第三阶段 就是他是短期中程长期 第三阶段就是政治安排 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政治安排 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年轻的朋友 你已经经过过了第一跟第二阶段 从我们开始互惠交流 一直到合作互信 在马英九时期刚刚说 十一个高层的会议 总共三十二个两边的协定 就是在练习合作互惠的这种机制 那现在到了202324 我们又要退回去嘛 这不是一件很危险 而且很可惜的事 再回来说 退一千万部奖 就算是李登辉主导的修宪 前面也是国家统一权 在我们所有的法律里面 都是国家统一权 在国家统一权 你指的是什么呢 自然不是台湾国 肯定是中国 不管你怎么界定它 它是在一个中国最终的 统一的前提之下 去修正我们现在的 法律制度中间 不完备的地方 因为谁都知道 中华民国的治权 只急于台澎金马 所以你很多东西 需要去做修正 好 我们把这一系列 都重新回复了一遍 去复习了一遍 你就知道 今天两岸所享受的 无论是和平红利 或者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商人在大陆的发展机会 现在有闽台融合的一边 一般的居民 可以到大陆去的这些机会 都是建立在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前提条件下 没有这个前提条件 你就不会有这后面 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譬如说它也是慢慢建计性的 我刚才拿给大家看的台胞证 我们上面 就是如果你要去大陆访问 你是一定要拿这张卡的 这中间我们的号码是八个卡 那中国大陆的居民证是十二 就是我号码我们是八个数字 他们是十二个数字 所以他们慢慢慢慢的 让在大陆常住的居民 他们有一个居住证 也就变成十二个数字 十八个数字 我可能记错 八个到十八个 那十八个数字 就可以让他很容易的去做 进高铁买票啊 什么这些 他慢慢的给予国民待遇 因为他是常住在大陆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 今天我们两岸的关系呢 还是一个互相承认治权的关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如果 有些大陆的网友 他会骂我们 他们会说 你们讲什么台湾啊 中华民国 台湾就是一个岛 或者是台湾就是一个省 如果台湾只是一个省 没有去签任何的协定的可能性 也不会有 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台湾只是一个省 也不会有最后政治协商的可能性 就一个大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不可能去跟江苏省协商 跟江西省协商 他为什么今天开放了给台湾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在两岸同属一中的前提之下 我们不是一个内部的行省 我们也不是一个外部的其他国家 那民进党一直说是 一开始他们讲的两国论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那现在已经收回来 不讲了吗 刚刚亚中老师讲了 改变为中华民国台湾 所以你看连民进党 都必须把中华民国挂在上面 那九二共事里面说的两岸同属一中 可是各自表述 难道不是定海神针吗 它肯定就是未来所有政治对话的基础 只要你想要做制度安排 政治对话 这件前提是必须确认的 刚刚倩姐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大家看到这个一以观之 这个所有的思想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进程 以及后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两岸曾经 特别是台湾 这个和平的一些红利 大家都曾经享受过 但是亚中校长你怎么看 九二共事现在是不是有个僵局 这个赖金德也说 接着受九二共事 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 他就讲到中华民国 他平常是不讲中华民国的 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民进党 无论如何是九二共事 不管是面子也好 不管是他的理念也好 无法接受 所以这几年有人在讲了 这座桥梁不通 是不是可以搭另外一座桥梁 山不转路转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 也许民进党创造出另外一个名词 另外一个想法 只要两边能够接受 你觉得这可能性存在吗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去创造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内容出来 我想我们谈九二共事的时候 先要了解九二共事具体的背景 我们知道从一九四九年以后 两岸从国共的内战 变成两岸之间中国的一个内战 我们后来到了一九八七年 蒋经国开放探亲以后 探亲以后两岸的交流 就很多事务性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法律上的争议啊 一些胜儿子 一些财产方面的归属啊 就两岸必须要坐下来谈 事务性的问题必须要坐下来谈 那在这个要谈事务性问题的时候 大家总要因为已经是内战四五十年了嘛 总要对一些最核心的问题 有一些共识 大家才会坐下来谈 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宪法 但是我们也在一九九一年 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在海鸡跟海鞋会 双方过程中的书信往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得到的一些谅解 或者一个理解 这个理解呢包括三个部分 就是双方的文书 第一个都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个共识是什么 谋求国家统一 所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谋求国家统一 这是在一九九零年代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 但是有一个事情呢 没有共识 就是台北在谈判的过程中 认为说一中二可以各自表述 我们可以表述成中华民国 你可以表述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北京呢 他并没有接受 北京认为说 我们因为是事无形的问题 我们只要把原则跟目标 弄清楚就好了 所以北京对于一中呢 是不需要把它表述得非常清楚 所以简单来讲 后来呢到了两千年的时候 因为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要上台了嘛 那个时候陆委会的主委书企 他就用九二共识 给他整个包装起来 因为九二共识里面 没有所谓的一中 也没有统一 就是九二非常模糊处理 但是严格来讲 那个九二年的理解 我应该叫九二年的理解里面 有两个共识 一个没有共识 两个共识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谋求国家统一 一个没有共识的 就是到底一中要各表 还是不表 由于大家对于一中的内涵 没有达到共识 所以说呢 但是这个九二 九二的那两个共识 是有助于大家事务性交流的 所以简单来讲 九二共识是什么 两岸事务交流 但是一九九二年的九二的那个 没有办法去解决政治的难题 也就是即使在马云九任内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 两岸政治的难题 所以在政治上是对抗的 但在事务上是交流的 那国民党上来 马云九上来以后呢 到了第二任的时候 他就把九二共识 等同于一中各表 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或者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严格来讲这是不对的 因为九二共识里面 对于一中各表 还是一中不表是没有共识 九二共识只有两个共识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谋求国家同意 如果两岸今天要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那么就必须在一中的内涵上 大家要进行政治的交流 政治的对话 政治的协商 把一中的内涵叫什么 那我的一个诠释就是说 其实九二共识的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是不可以分裂的 整个中国是不可以分裂的 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大家不可以分裂的 但是现在的两岸治权呢 是互相互不隶属的 可是北京对于两岸治权呢 他现在是默认 他没有公开的承认 默认没有公开承认 所以这就是造成一个问题 国民党其实从马英九上来以后 对九二共识 一直没有跟老百姓讲清楚 就一方面言诱九二共识 一方面把九二共识 变成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然后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 又把九二共识 变成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然后到了侯友宜现在 把九二共识 变成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大家完全听不懂 完全就听不懂了 完全就回避了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年轻人要问到我说 九二共识是什么 我会简单的回答就说 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不分裂 整个中国 我们彼此还是一家 但是我们像兄弟一样 现在各管各的家 我们现在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重新再走向统一 为了两岸的共同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九二共识 可以讲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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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的 可是国民党就在闪躲 所以我记得上一次 上你的节目里面 民进党是要逃离九二共识 可是国民党的 要回避九二共识 所以这两个党加在一起 叫做逃避 面对九二共识逃避的概念 永远不敢面对九二共识讲清楚 那就给了民进党可乘之机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用两岸互不隶属 来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那国民党自己又不敢讲 请问九二共识台湾怎么活得下去 所以我的看法 今天大家一定要了解 1992年的九二共识 只能够帮助两岸的 政事务性的问题 不能够解决现在的敌对状态的 如果今天要解决两岸的政治敌对状态 必须要政治沟通坐下来谈 把什么 把九二共识再深化 就是把1992年 没有达到共识的那件事情 到底一中的内涵是什么 两岸必须坐下来谈 一中来谈 不能说各表 各表北京不会接受的 不表 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也不好 所以两岸必须要对一中的内涵 那一中内涵应该是什么呢 我用一个最简单来讲 两岸就是一个分治不分裂的关系 所以两岸是分治不分裂 应该是九二共识 一中内涵最好的一个诠释 这应该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张 可是中国国民党完全不其中主张 反而采取回避 那你回避的做法 正好给了民进党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认输的一个基础 那这就是国民党节节败退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那亚洲校长我请教一下 那现在美国表态之后 现在是一个回到九二共识 一个纯粹九二共识的 一个好时机吗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是个好时机 可是国民党现在的 我刚刚讲从马英九 从朱立伦到现在的侯友 他们对于九二共识的诠释 其实都是错误的嘛 我刚刚讲九二共识 不等于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不是九二共识的 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所以一九九二年 应该我们正确讲法 叫做九二年的理解 understanding 一九九二的understanding 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要共识 一个没有共识 共识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某些国家统一 没有共识的就是 到底一中的泪涵是什么 所以国民党 其实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国民党 对于两岸的政治定位 应该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刚刚讲两岸的主权方面 我们的宣誓是相互重叠的 中国是属于大家的 我问一下这个 但是治权是各自分立的 就说这个从马英九 到这个国民党 他把这个九二共识 做所谓不是那么精准的 一些这个解读 可能就是为了 这个争取选票的极大化 你觉得这两者之间 有必然的关系 也成功了吗 我觉得其实它是失败的 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讲 一直固守 那个把九二共识 讲得模糊 然后呢 又认为两岸的 事务性交流很重要 可是由于九二共识 并没有办法解决两岸的政治难题 所以两岸政治是敌对的 所以马云九的时代的确经贸交流 非常的密切 可是呢 政治关系是锁定的 政治关系是敌对的 就像一部车子有两个轮子 一个轮子经贸转得很快 可是那个政治轮子是刹车 是锁住的 这个车子在2014年就翻车了 所以国民党要 国民党的优势在什么 国民党的优势在于说 我们国民党可以去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可以把两岸从敌对的 变成一个和平的 而你民党是没有办法 做到这一点的 可是国民党天天的论述是什么 我们两岸要回到 马云九八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马云九八年没有和平 马云九的八年 只是外交修兵而已 只是军事的克制而已 所以说你国民党 整个论述是乱掉了嘛 所以国民党现在还在谈 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国民党本来就没有 创造和平过嘛 两岸关系现在还是敌对的嘛 国民党的论述应该是说 国民党有办法 让两岸敌对关系 变成和平关系 我们有能力去创造和平 那你今天呢 九二共事这么模糊的处理 你怎么去创造和平嘛 你模糊的处理 就造成民进党正好很有理由啊 你看看你跟他积贸交流 他就是要经济统战你啊 他就是要把你台湾吸收掉啊 那政治上北京的飞机 还是绕台湾啊 国际上还是打压台湾的空间啊 那站在北京的立场来讲 两岸还是敌对的 那国际上那还是 真中国的代表性的问题嘛 军事上我避免你的台独 或者分离主义 你走独台 我还是要军事来绕岛嘛 所以整个国民党的论述是混乱的 他讲不清楚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国民党不要怕 慢慢讲 就像刚刚很多年轻人来讲 他们希望听到 到底是什么原因 怎么样才两岸不要发生战争 所以我一直主张说 国民党不只要坚持九二共识 国民党还要深化九二共识 把1992年没有解决的难题 国民党要勇敢的来解决这个难题 当两岸从敌对变成和平以后 民进党才完全就没有 他这个整个论述的空间了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也是他的责任之所在 好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部分 讲这个两岸永久和平 讲美国态度的转变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谈到九二共识的整个历程 还有他基本的精神 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游明老师 你怎么看 如果回到那个九二共识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处理那个政治安排 就可以确保两岸的永久和平吗 其实九二共识是演化中的 那他也是两千年四月的时候才出来嘛 那一九九二到两千年之间 两岸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也是很乐落的 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北京这边对于各自表述比较保留 那当民进党上来的时候 对一中有所质疑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九二共识 我觉得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我们要看对岸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 他也一直在讲 但二零一九年那个习五点 也就是这个提出来的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里面的习五点当中 他是用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个让民进党捡到墙 也就是因此就把整个九二共识 等于一国两制等于 就是说这个向中国投降 等等这种污名化的这个做法 后来香港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觉得北京这边 你看从去年的二十大到今年的两会 他其实谈到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他不谈一国两制的 至少这四个词汇 但是他持续的用两个概念 反对台独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九二共识 我看这一次王沪宁跟 就是在就是那个两岸和平论坛的时候 跟夏立言见面的时候 也是谈这两个概念 当然在这个之上 从北京的立场 这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 所以我觉得其实九二共识 到底怎么回答 我觉得有两种回答 第一个 它就是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 其实它本身已经演化成为 它自己本身很多的意涵在这里面 那真的要进一步的 像亚松老师比较定义式的回答 我的定义是 在各自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原则下 维持两岸和平 且不排除两岸和平 统一可能性的公司 那事实上你这个时候已经把美国的立场也都带进来了 也就是美国其实也是希望台湾 你要向北京方面表现出你不能够排除掉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这已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提醒 而美国也支持两岸的和平融合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九二共识就变成一个一个magic war 因为真的没有别的词汇在使用 有些人 柯文哲这两天说 他没有九二共识的包袱 他也没有台独党纲的包袱 他认为九二共识过时了 这是没有中心思想的 那曹信成说九二共识会消灭中华民国 不要理他 那这个重点是赖进的怎么说 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九二共识 也就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哪一天中国大陆翻脸了 那国际社会连帮忙都没办法帮了 这个逻辑谬论 从这三个人是在过去刚好这一个礼拜 三个人针对九二共识 你看选举前各自都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他们还真的看到美国的态度了 也知道九二共识 其实连年轻人你跟他解释之后 他都觉得这是和平的定海神针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该坚持的就要坚持 那就是说台湾当然随着这个政治的变化 很多的议题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时候把政府封存和事 你在当时觉得好像天翻地覆的这种政治压力 所以核四就要封存了 所以民进党后来说 我是能我反核 结果这一次你看到这个全球 气候变迁的第二十八次的 第二国大会当中通过的第一个方案 要求所有的国家在2030年以前 增加三倍的核能 因为核能是绿能 现在全亚洲只有台湾 还持续的反核能 所以正确的 他不会因为这个政治的变化 或者是说这种语言话语权的操作 而会这个被扭曲 还是会浮现出 那我觉得两岸现在的问题 其实习近平也讲得很清楚 他仍然是以和平统一为主要的诉求 两岸的这个融合 这个时候九二共识 就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黏着记 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去定义它 那就让我们学者去讨论吧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要去抹黑它 那大家也都知道 你这个抹黑反而是去凸显九二共识 它的真正现代的新时代的意义 对不对 好杨老师用这个黏着记来形容 就非常非常的传神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第一段的这个街坊 辫子妹问的是你知不知道九二共识 你想不想知道 那接下来还有个进阶版的问题 就是那么年轻人对于九二共识 有没有期待呢 他们需不希望两岸永久和平呢 我们继续来看 那你觉得如果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 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重启交流 你赞成吗 我赞成 因为我觉得有交流才会有进步 赞成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 哪里很好 就是对台湾吧 恢复交流可以 所以我是赞成的 因为呢 这对于经济吧 经济方面可能也是一个成长 我个人应该是赞成啦 毕竟不要去不要打仗是最好的啊 对啊 两岸恢复交流嘛 是不错啦 是可以就是 至少不会有那么冲突的感觉啦 对啊 对啊 然后那个感觉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紧张 对 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 跟中国大陆重启交流 你赞成吗 可以啊 可以赞成啊 为什么 就买东西比较方便 就买对面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你喜欢买对面的东西 嗯 比如说 衣服比较便宜 你是在哪里买 淘宝 我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 可能会影响现在这个平衡 为什么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因为 只要有过度交流的话 就是会 可能产生 有一点越权的感觉 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 跟民进党主张的台湾独立 你比较赞成哪一个 我应该 我 我不知道我的立场 但 我就一定是反律 你反律 对 那台湾独立你怎么看 他就是要引战 这个赖清德叫做赖缺德 我觉得他就是要刻意引战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故意在挑衅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被对岸 列为台股顽强分子 烂死 我的话 我是觉得 希望能安全 虽然 虽然是独立也是很重要 但是 我觉得 安全摆第一 所以 我是比较希望说 是九二共识 说真的 说真的 应该我比较是赞成 台湾独立 就是 可是 台湾独立 带来的影响 那就是 中国可能会 就是 跟我们的关系 会越来越 越来越糟 我比较赞成 国民党的 九二共识 对 原因是 原因是 我觉得 也不需要独立 也就维持现状 对 维持和平 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 跟民进党主张的 台湾独立 你比较赞成哪一个 先维持 这个 就是 有一点 曖昧不明的九二共识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台湾独立的话 这个 中国大陆那边 那个 中国共产党是绝对 不会支持 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对啊 一天听到你 那个台湾独立 他就 气扑扑 对啊 我比较赞成九二共识 因为像 近几年 这八年民进党执政嘛 然后 就是 会 呃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 变得很 变得很不好 所以 像前几年 再加上疫情 那个 农产品 就是中国不是 禁台湾的农产品 所以 就是 农民都过得很苦 但是 对 民进党还是靠这个 就是靠意识形态嘛 所以我是 我比较赞成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吧 因为 就是 撇除政治上的因素 就是像经济那些 也都是 可以带来比较多好处 我比较赞成九二共识 那现在就是大家 让大家 经济发展 然后大家有钱赚 比较重要 那 呃 当然还是希望 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国家 可是 我觉得如果 中国大陆会反对 然后我们因此 台湾 经济 会不好的话 那 我觉得 还是就是九二共识 这样 好 这个两段街坊 非常有趣 看完之后 我们现场这个四位大师 一致认为辩子妹 不必沮丧 对不对 真的蛮有希望的 还是挺有希望的 我觉得这个 希望的前提 跟赞成的前提 当然就是 我不要打仗嘛 这是最重要的嘛 我年轻人 我还要买房子 我要安家立命嘛 那不是我们台湾 只有我们台湾 年轻人怕打仗 你看最近美国国防部长 就威胁他的国会啊 你不给钱 我就让你们的亲人去打仗 美国人也怕打仗 谁不怕打仗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如何避免打仗 回到我们今天 节目的主轴 就是两岸不只要和平 我们希望那和平 是永久的 永久和平 不要老是担惊受怕 我有一笔闲钱 我真的要在台湾 买房子吗 会五年之后 突然不和平了 那我不是损失大了 所以我请教一下这个县长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 那回到九二共识 当然也许年轻人 还是不懂什么是九二共识 没关系 我们的节目在网上 一直都在 大家可以随时拿出来复习一下 那回到九二共识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处理 我们知道因为 大陆有它的一个进程 现在可能不会太按着台湾 或是美国的节奏 跟想法去走 那他们有这个民族复兴大业等等 所以回到九二共识 这个县城的管道 县城的年轴季 是不是可以确保两岸和平 可以处理那个政治的安排了吗 起码九二共识会让两岸之间有互信吧 起码大家都觉得是自己人吧 我们都是中国人吧 所以我们就不会打 就会有个和平的基础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民进党一定要去中国化 为什么要去中国化 就是他反对九二共识嘛 他为什么要反对九二共识去中国化 原因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他不希望 台湾跟大陆多有交流嘛 才会了解大陆 那两边才会融合 他是没有选票了 他其实走的是 大家讲的好听 叫意识形态 其实他就是用仇中的方式 来巩固他自己的选票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那国民党或许对九二共识 也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的原因 是因为九二共识过去 大家都是用一个模糊的态度 去对待他嘛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把它 清楚清楚的讲出来 九二共识到底中间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家认为模糊 对台湾的选民可能比较好交代 但大陆不是 这样大陆认为说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共谋走向这个和平统一 是大陆一直想要走的事情 那大陆现在变得越来越强了 台湾现在变得比较起来 就越来越弱了 那以大事小的话 大陆要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为难的是 大陆不是台湾 大陆到底要怎么以大事小 以小事大很简单嘛 好我同意九二共识 然后我们要谋求中国未来的和平统一 我们希望两岸多做交流 我们台湾人要多赚钱 台湾人要跟大陆不要有战争 那我觉得这个是 以小事大很容易做的事 可是以大事小不容易 千万不要忘记了 现在大陆面对的 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是所有世界上的问题 它现在变成世界的大国 它要面临到美国 对它的经济科技军事的制裁 压力 它要挑起全世界的责任 所以你要认为大陆面对的压力 只有台湾吗 我觉得不是 它有这么多的压力的时候 它要对台湾以大事小 要用什么态度 过去大陆对台湾 你看它让你能够贸易 赚这么多的钱 我举个例子来讲 去年 台湾跟大陆的贸易顺差是 1565亿美元 是的 台湾的总体的贸易顺差是多少 是多少才514亿美元 没有跟大陆的贸易的话 台湾是贸易逆差 超过1000亿美元 对不对 但是民进党还是在骂大陆啊 你是用经济的统战啊 你不可以停EGFA 否则就是你不对啊 他还是一直这样讲 那大陆要怎么做 我停止EGFA吗 我停止贸易交流吗 那还是不对啊 那我要继续做吗 让你民进党继续在骂吗 也是不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 在对抗的时候 那蒋先二的时候 甚至李先二的时候 都说大陆共产党不好 对不对 民进党上来也说大陆共产党不好 所以我也是在大陆 民进党 大陆官员讲说 为什么你们 台湾人对大陆人印象不好 我说国民党以前就骂你 这个民进党时代也在骂你 所以台湾人对你大陆人印象不好 那这个不好的印象是过去历史所造成的 政治所造成的 但是如何要转变台湾人这些观念 其实真的很难 尤其是年轻人 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不会想一些政治的东西 他只会想说我的生日能够过得好 日子能够过得好一点 然后我的平常买东西能够便宜一点 然后我可以不要有战争 我和平 继续经济繁荣就好了 他不会想到更深一层的 两岸关系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是国民党要负起责任 我还是要讲国民党要负起责任 国民党既然都是一直主张九二共识 国民党一直主张和平 也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要有勇气的站出来讲九二共识 要有勇气的出来讲 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和平 甚至两岸之间都是中国人 所以这样九二共识就会掉票吗 不会 我认为不会 我觉得这是一些错误的误解 是怕什么 是民进党讲的嘛 民进党讲的是什么 国民党就怕 民进党讲什么 国民党就怕 所以这个国民党 现在变成胆小鬼了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 要从胆小鬼变成大胆的人 讲出真正 你都已经在野了嘛 对吧 但在野可以变成执政嘛 如果你没有勇气 在野永远是在野 永远不会执政 嗯 好 我们讲了这个很多 我们这个台湾观点 台湾角度的一些看法 这个倩姐对大陆非常的了解 我让倩姐来谈一下 大陆其实已经把统一提上了日程 那当然好消息是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 他的所有谈话当中 讲的都还是和平统一 你怎么看待 这会不会是台湾 可以说是倒数了 最后一个可以帮台湾 争取和平统一 比较好条件的一个时机 我相信秀芳做这一系列的节目 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 天才家伙 因为台湾的老百姓应该会明白 包含你街坊的那些年轻人都知道 若是产生了战争以后 那就没有谈判了 台湾不可能有比在发生战争之前 得到更好的未来制度安排的机会 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要到最后一刻之前呢 极力阻止战争的发生 那战争的发生在习近平主席 最近的几个文件里面非常清楚 第一个是台独 第二个是域外势力的介入 第三个就是和平统一没有希望嘛 所以这三点呢 就是最后最后最后的红线 民进党过去一直是用很模糊的方式 告诉台湾的老百姓他一点一点的推进 但是安啊不会有后果的 但是现在不是只是大陆的红线画得越来越清楚 请问美国是不是也改了 美国最喜欢的我刚才讲过他有三个 在他的一中政策的演进 最早的时候是不干涉不介入 中间那段时间叫做双重贺阻 我相信马英九时期就是这样 大陆不同大陆不武台湾不独 两边都不要动 那么在那段时期之后 他们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 最近他必须要去修改他的这个立场 因为他要确定的修复跟台湾的关系的话 跟大陆的关系的话 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关系里头 台湾不独变成了前提条件 而不是平等的条件 你不武他不独 而是前提条件跟后续发展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一下 美国现在他回到了一个比较传统 而且对他来讲 我很同意刚才各位纪委讲的 他对中国大陆有交代的一种说法 就是你要废除你的台独党纲 其实如果更有交代的一个做法呢 是应该告诉赖清德他们 要恢复国统纲领 因为国统纲领是阿扁说没有废除国统纲领问题之后 在2006年他直接废除的 他叫终止试用 当时我在立法院 我记得美国AIT来问了很多次 终止试用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就代表了废除国统纲领 而民进党就用一个非常模糊的语言说没有废除啊 他只是终止试用啊 那既然没有废除 那就把终止试用拿掉就可以了 恢复国统纲领 中间所有的那些精神就是两岸和平的一个路径图 这条路径图非常清楚 我们从互惠交流开始 从互信合作开始 那么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互信合作 这个忠诚阶段走得非常非常远 然后最后呢就是制度安排 那我有一点点跟亚中老师可能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一中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架构的内容 在所有非常艰困的谈判中间呢 他得放到后面去 因为你从头开始去敲这个墙哦 你就没有上桌的机会 就是我一开头就要把定义搞清楚的话 那就是没有什么上桌的机会 必须从谈判中追寻各自最能接受的最大利益 或是最大底线 必须从协商中间寻找新的共识 所以谈判去寻找最大的利益 协商去寻找未来共识 是前提都是要能够上桌谈 若是我们从头就在前提条件上面呢 互相的互不相让的话 上桌谈的机会会 可能不能说没有 但我觉得是比较不合适 在邓小平以前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 他也说搁置争议 你把最难的那一块先放到后面 先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地方走 同时我也要讲 在意中各表的各表 虽然不是用文字上写下来 但是他明明白白也没有说你不能表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继续沿用一个模糊的两岸共识 那我们不是看他里面有什么 我要看他里面没有什么 两岸共识这个框架里头呢 有什么大家可能有点争议 可是他里面绝对没有的是台湾独立 他绝对没有的是台湾在这里的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就是他没有两国论 没有台独 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框架里面 没有这两个对于我们最危险的可能性 所以沿用这个模糊呢 我是觉得这种语异性的创造性的模糊 对于大家可以搁置争议来讲 还是有所帮助的 好 当然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模糊是必要的 先坐上谈判桌子很重要 但这个亚洲老师应该是社会科学当中的科学家 我们还是精准的科学家 很多事情要先搞明白 那我还是请亚洲老师来解析一下 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格莱伊 他这个文章写的嘛 对不对 就是说应该采取这个最终和平融合 不管是和平融合和平统一 你怎么看未来的一个政治进程 如果说我们先把这个大选的因素排除掉的话 这个政治的进程政治的谈判怎么样展开 当然台湾人最关心的 我们可以争取到什么样的好条件 先回应一下看法 就说我讲的并不是说先政后政 我讲的就是在两岸互动中的时候 此次要政经必行 在马英九的时期里面 讲的是先经后政 但是后来做的是指经不政 所以在两岸互动过程中的时候 未来互动经贸的往来 我们当然持续要进行 互动也进行 但是在政治方面的对话 也不能够回避 但是在政治对话中的时候 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线 以及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我想回到您刚刚的问题 我们这一系列讲的是永久和平的问题 大家对于和平的想象 都是非常的向往 但是追求和平的方法 大家的思考逻辑都不一样 永久和平这个概念 最早是来自于德国的康德 他谈到了最重要的认 怎么样才能达到永久的和平呢 其实后人给他做了非常多的诠释 我想我们现在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要军力的平衡 我们才能够达到安全 才能达到和平 这种是一种武力方面的和平的方法 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那我们要制度方面一样以后 我们才会有永久的和平 像后来现在西方学说的民主和平论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贸易和平论 就是彼此之间要有交流 要有往来 大家才能够达到的和平 可是这些和平呢 其实严格来讲 它没有办法达到永久的和平 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照样有战争 贸易现在的往来还是会发生冲突 所以真正要达到真正的永久和平 我认为必须是一种认同方面的和平 认同方面 就是在一些高政治认同方面 我们必须要共识以后 我们才能够达到和平 那这个认同的和平 包括几个方面来讲 九二共识 就是当时讲的是不分裂 就是大家同属一个中国 大家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人 还有大家目标是一样的 谋求国家统一 所以这一个共识 就是如果没有的话 两岸之间是不会有和平的 那另外一个心理方面的认同呢 就是如果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将来也不会有真的永久和平的 所以简单来讲 一个政治的一个文化的 政治上的话 我们必须要台湾必须要确定 将来在两岸政治谈判的过程中 确定一个原则 这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也这样子主张的 就是两岸是不可以分裂的 不可以永久分裂的 第二个呢 在文化身份认同上 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这两件事情确定好以后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两岸绝对有永久的和平 然后在这两个确定之下的话 我们当然要 开始进行两岸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因为它是一个压仓石嘛 你人民都没有交流的 贸易都没有往来 你怎么谈 怎么谈过过程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一方面 我们要坚持 当时的九二共生的两个重要点 但是台湾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提出我们的和平统一的方法论 我们的和平统一方法论是什么 基本上我必须要讲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因为北京现在对于和平统一 它只有统一后的方法论 也就是一国两制 但是北京到现在为止 它并没有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和平统一的方法论 就是怎么样从两岸现在的敌对走到统一 北京现在嘴巴讲 就说我们要九二共识 但是我刚刚讲 九二共识目标没有问题 原则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两个政治定位是什么 我们两个的制度上怎么安排 北京没有 北京现在直接从两岸的敌对 就要跳到统一后 这个跨度是太大了 这个跨度太大了 就给了民进党一个操纵的空间 也给了国民党一个模糊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站在国民党来讲 要引导台湾的舆论 第一个要做的是 我们如何从两岸的敌对 走向两岸的和平 第二个呢 如何从两岸的和平 走向两岸的融合 或者两岸的整合 两岸的统合 第三个 中国国民党提出 统一以后 两岸的政治制度怎么样的安排 所以国民党必须在三个方面 都要做非常完整的准备 也就是简单来讲 统一前的论述 统一后的论述 如果一昧的回避九二共识 也就是你回避的两岸 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国家统一 民进党当然不会接受九二共识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民进党会有什么样的表述 因为民进党的本质 他就不可能接受一个中国 本质上他是反对统一的 所以说我认为民进党 他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以后 他会选择冻结台独党纲 但是他会提出另外一个坚持 两岸互不隶属 这么样一个主张 这个时候我请问一下 中国国民党如何回应 因为现在中国国民党的 对九二共识这种闪躲的方式 其实中国国民党对于两岸互不隶属 国民党是不敢在这个问题上 做非常清楚的表赛的 所以说民进党只要用两岸互不隶属 他就用两岸互不隶属 来瓦解了九二共识最重要的内涵 而国民党在这个问题 第一个提不出共识 提不出解决问题方法 第二个当中国国民党 他没有一个和平统一的方法论 没有一个和平统一的大论数 他如何去面对北京的和平统一的压力 因为北京现在是 把和平统一跟武力统一当成是方法 把一国两制当成是目标 这是北京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中国国民党 你必须要讲和平统一如果是目标的话 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走向和平统一 中国国民党一定要提出你的和平统一的方法论 没有方法论 在整个论书中你就处于落败 那如果在采取人混就混 人散就散 人躲就躲的这种蒙混过关的做法 那中国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发展中 他就没有角色没有地位 就没有发言权 那他也没有能力在取得中国国民党 从中华民国在执政的机会 这是中国国民党面对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和平统一对大陆来讲是个方法 那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和平统一是个机会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水到渠成 刚刚亚中校长特别提到认同 当然这个认同是最基础最稳固 当然也是最困难的 我们最后剩下点时间 我想请永明老师从这个角度出发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两岸的永久和平并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认为和两岸的和平统一会是个大趋势 两岸的问题毕竟其实在过去这几十年 还是放在一个中美的框架 而中美之间的这种权力的消长 从地缘到国力到两岸的议题上 其实已经很明显 这个三个学者写的文章 就已经告诉你了 美国应该要支持两岸和平融合 然后台湾这边要展现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这才是防止战争以及维持和平 至于说如何走向和平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最近开了一个会 有八个字我还觉得蛮不错的 静中求稳 稳中求静 那两岸也是如此啊 四个层面 因为亚洲老师喜欢谈论同 但是还有三个层面 法治 安全 经济 你想想看在这四个层面 在我们台湾面对到两岸议题的时候 民进党只敢去跟你讲认同 因为他认同美国爸爸嘛 对不对 然后呢他这个要认同所谓的台湾独立嘛 但是呢法治他不敢突破 你要突破你干脆去 为什么不去照台独党告你宣布建国自宪呢 他不敢 他只敢讲中华民国台湾 还是在这个法治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的法治还是中华民国宪法嘛 对不对 那这就是九二共识的基础嘛 那经济 安全 这更不要说了 刚才两段的这个年轻人的访问 所以当这四个主要关键的主轴跟利益交错的时候 其实美国如果不在认同上或者是民进党不在话语的宣传上 再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时候呢 其实其他三个慢慢都会呈现真正的利益所在 两岸都知道这不是只有台湾人的这个选择 这是对两岸都是如此 两岸的兵凶战为两岸的交战 就对两岸都不好 那北京这边现在也都是以和平的统一为诉求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如果叫他说我要怎么样达到这个和平统一是 他就说第一个没有时间表 指令表不一定是动武的时间表 他也不一定是 他也代表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个时间点 那他要让他这个水到渠成 稳中求静 静中有进展当中还是要重视到这个稳 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九二共识 就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稳中求静 静中求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岸之间的连着 然后呢慢慢的你会看到这个美国的因素 台独立因素慢慢的削弱的时候呢 我觉得两岸的和平统一的大趋势 应该就是水到渠成 好 水到渠成 两岸这个和平融合 我想这个永久的和平是大家最期待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这一刻非常重要 花了很长的时间90分钟 我们这个节目呢 大家会剪成几个版本 包括90分钟版60分钟版 还会剪成短版 那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时间需求呢 去这个慢慢的来这个观看 那当然因为里面有很多 其实算是蛮金色难懂的 当然也跟现在的时事绑在一起 平常我们每天的新闻 平平平平平非常的热闹 但很多基础的问题讲不清楚 所以今天难得有这个时间 我们把基础的问题翻来覆去 讲得非常的清楚 放在网上一直在那里 就请大家一定要去把它看完 增加自己基础的一些了解 那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下周六我们的节目 首播的时间是在星期六的晚上11点钟 今天非常谢谢 线上的所有同学 也要特别谢谢 今天现场的四位来宾 非常的感谢 谢谢我们幕后的所有工作同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六再会